2024年是五四运动105周年 而我们复旦校园的前身 复旦工学在其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105年前 有一群爱国青年 听到了来自北京的抗日呐喊声 他们群情激昂 义愤填膺 开始抵制所有日货 响应了六三大罢工 在这期间 共有11万工人和7万余店员 投入了罢工罢市 他们摇旗呐喊 南京杭州等地的有志青年 纷纷响应 加入了这场全国性的五四运动中 在这一运动中 作为五四运动上海地区的发起人之一 邵丽子在听说这一消息后 立刻赶往了复旦工学 敲响了校中 也敲醒了上海青年 校中敲响后 复旦学子深受感动 立即响应 联合了大中小学校的学生 将消息散播至整个上海 自1931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 学校被迫西迁到重庆 而五四中庭 则被一直保存在上海 抗战胜利后 又继续为学生上下课暴使 据当年地下党员回忆 当时有进步学生聚会 反抗国民党政府 每当国民党反动军警 进校抓捕同学时 都会民中以示警 上世纪五十年代 老校中逐渐被电子铃所替代 最终废弃不用 后来又被推倒遭损 下落不明 随后几经波折 发现不知何时 被卖到了杨浦区废土收购站 几番愁挫后 才回到了我们的复旦校园 如今这层敲响 五四上海第一中的中庭就在我们学校里 学校的小花园虽然几经翻修 匾额也换了新的 但复旦学子们那向往光明 无所畏惧的精神却从来没有变过 五四精神就是勇往直前 敢做敢当 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 人人志士般的精神 是一种爱民族 爱国家 勤于奉献的精神 我们新一代复旦学子 要将这种精神 随着这座中庭 在这所百名校园中 继续传承下去 我们新一代复旦学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